成为美国总统要有智慧有口才 而且要幽默风趣平易近人 时不时的还得秀一下才艺给自己加分 共和党参选人中领先的前麻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 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活动上高唱美丽的美丽坚 不久前奥巴马总统也在一次筹款活动上首次亮歌喉 一句我是如此爱你迷倒了现场的观众 共和党参选人至今已经进行了20多场辩论 众议员保罗今年已经76岁 最近的一次辩论主持人问他 您这岁数能胜任总统的工作吗 保罗议员说没问题 他还向其他候选人发出挑战 我愿意向台上的任何一位发出挑战 我们可以挑选任何一天在德克萨斯州的烈日之下 进行25英里的自行车比赛 来看看谁赢啊 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给了当过医生的保罗议员这样的评价 保罗医生当选总统 他绝对能胜任工作 他在竞选中那么精力充沛 他的身体非常棒 前纽华大使洪博培已经退出竞选 他在一次辩论中 对另一位已经退选的参选人凯恩提出的999税率发表评论 我还以为999是比萨饼的价钱呢 凯恩是开比萨饼连锁店起家的 所以红博培这次真的是幽默到点子上了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专家威斯特说 竞选阶段 候选人的亲民作风很重要 在竞选阶段 候选人往往需要表现出亲民的作风 用老百姓的语言和他们对话沟通 罗姆尼现在处于领先 很可能获得共和党提名 和奥巴马总统角逐白宫宝座 他们的第一场歌坛对决 谁输谁赢呢 有人说奥巴马总统唱歌的技巧比较好 而罗姆尼的技巧虽然有待提高 但是他选的歌非常爱国 符合总统大选的主题 所以两人各得一分 美国军记者杨晨报道 即使下班的第一场歌坏 总统大选人的歌坏